第一次去德國Nurber Ring比賽前 我就是開著Suzuki Switch 乾濕刀合理的輪胎 今時今日就不是AD58或AD08R 是AD09 保持低調,預算有限 大家好,我是魚波 今集要講辣椒仔換輪胎 上幾條影片叫大家留言告訴我 究竟我這部車可以換輪胎有什麼選擇 我在這堆輪胎中,我完全選不到任何東西 所以我就很斗膽地找到一個香港賽車界很著名的人 去給我一些意見 而今次是我第一次見到的 這麼早到的? 你也很早 你好,Sunny M5 嗎? 是啊 我也是第一次見到的 哦 可能要等一會,CAMMAN 未到 這輪胎真的要換了 是啊,你是不是看到了? 100年 歡迎Sunny 你好 你好 故事是這樣的 為什麼我會約到Sunny出來呢? 就是我很斗膽地在Instagram 就說我在一個Event 上認得你 Carding 車的Event 當時在場有很多媒體 我又看到有幾個駕著頭盔的過來 我一看,這是電單車的頭盔 這幾個是有備而戰的 來衝擊這個世界 包括你和你 是他 我就去問Sunny Sunny,我的車要換輪胎 有沒有什麼好選擇? 我很害羞 因為Sunny 是香港的賽車手 我竟然找一個賽車手 來問一些輪胎上的知識 我覺得這件事是 找錯人 Sunny 就說 不如我們直接出來談吧 就促成了今天的劍員 Suzuki 那些Swift 剛巧因為我在100年左右 因為我第一次去德國Nurbering 比賽之前 我就是駕著Suzuki Swift 去試那個賽道 學車和考當地的賽車牌 希望可以給到一點點意圖 我 Let's go 人生第一次坐在賽車手的車 是什麼感覺呢 放心吧 我們又不會飛車 對呀 其實駕了200米左右 我已經感受到 當年在Nurbering 駕著Suzuki Swift 飛來飛去的感覺 可以放飛地在場地 駕著這輪車 其實都挺過癮的 駕駛的都是原裝設定 接近原裝設定 在Nurbering做租車服務 給人在那邊跑Nurbering的場地 其實它都壓到旁邊架 避震落下了 記得它的引擎 或者是波箱 或者其他的設定 是很齋的 沒有什麼改裝 主要是安全的設備 還有被質較硬一點 所以 為什麼我說我有些輪胎 可能有些可以給你意見 首先我不是賣輪胎的 我的影片是沒有收廣告的 今天我們出來聊天 我對街輪胎的認識 其實一定不及 外面有很多試車 專業試車的專家這麼厲害 但是剛好我對這款車 以及對波利的要求 的需求 可能有給了一點點意見 因為我不熟悉私家車輪胎 我不想將電單車輪胎 概念放在私家車輪胎 我有幾個條件 半熱溶胎 乾濕都合理的胎 中性平衡的胎 上升的溫度不用太高 但是熱熱的 有些溫度就OK了 全天候和有需要的池頭 又可以還理一下 內容性濕地在中間位就OK了 因為觀眾給了很多輪胎的想法 有米茲連 又有馬牌 Yokohama 石橋 可以選擇的輪胎太多 我完全沒有概念如何入手 找一條中性輪胎 當時是用Yokohama的AD08 今次其中一個想建議你用的就是 Yokohama的AD09 在Nurvaring 最重要的是 乾濕地都要兼顧到 今時今日不是AD08或AD08R 而是AD09 它的代替品 它之後顯示出來了一個新的型號 最近我去珠海調車 亦都看到有些霸佬試車或教車 是提供了一些靈驟 外國車隊或中港車隊 其實在教學或試車的情況下 他們都會使用靈驟 還有聽得最多的是米茲連的PS系列 我們聽人說而已 就說PS5沒有PS4那麼好 我估計應該是PS5對比PS4S PS5真的比較陷阱 PS4S我自己也有用 但它對比AD09 乾地的角度會差一點 但深地PS4或PS4S 但PS5應該是不錯的 如果說輪胎的熟悉多一點 其實我會駕駛多一點 因為電單車輪胎 我是石橋的打手 我自己是 整條R17 RS 沒錯 就是這條 它是熱熔胎 全熱熔胎 我們打左燈 半熱熔胎 跟AD09是很接近的對比 說到底那些都是街輪胎 性能高一點 在Track Day 我也看到很多人用車 RS或AD09 未必是最便宜或性格比最高 因為現在市面實在太多不同的車輪 可能有些內地燈品牌 可能性價比也很高 如果是我就會試 因為我未試過 我的概念就是 我試過一些未試過的東西 挺好駕駛 除了車輪胎不足 你今天有空嗎 如果有空的話 我會幫你幫忙 直接去換輪胎 一會停車輪 我就打電話 暫時不如撞一 好啊 好啊 就今天吧 好啊 好啊 你的車很舒服啊 我未試過坐別人的車可以這麼安定 嘩 你的腳很快 而且電單車是否也是這麼保有的呢 對 不過是用手保 對 但這不是原裝備真的嗎 不是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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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穩定又快 剛才在車裡已經討論了我換甚麼輪胎 他現在在那裡按電話 SUNNY大大幫我處理哪有輪胎 以及何時可以換輪胎 OK啊 有輪胎嗎 對呀 深水埗不用上淘寶 但換輪胎要多久 換輪胎半小時至45分鐘 最重要不阻礙你的時間就可以了 不阻礙 不阻礙的話就去換輪胎 好啊 出發 Let's go 出發 可不可以介紹你的M5給我認識一下 我未見過 這個超越了你的年紀 V39 1999年 V6還是V8 V8 5公升 有400匹 當然已經很厲害了 Wi-Fi躺躲 真的大壓力 這麼轉對程 我竟然載著賽車手 深水埗 對呀 福榮 那頭 我跟他說了 叫他安排四條 厲害 這麼快便找到輪胎 想贊助小弟弟或有輪胎給我試 絕對無人歡迎 哈哈哈哈 先打定底 哈哈哈哈 好 横口 哈馬 AD09 我從來都未試過私家車換輪 我有了第一次換輪的經驗 我就會分得出 路燥 路燥 帶給我的回饋 我有比較才知道 什麼叫做好 或者是不好 咦 為什麼我看到有20媽媽貼紙 這裡有20媽媽貼紙 這裡有20媽媽貼紙 有很多人叫我換輪 不會換輪的 保持低調 和預算有限 Race 品味換家 那時候的路筍 就是用Race 然後我部車的防導螺絲 都是Race防導螺絲 我已經帶了一個波頭出來 到時候師傅一定 幫我換到輪 是 麻煩Sunny 這麼快就幫我搬到輪 太好了 不如撞一 這四條輪就會裝上我部車 原來這四條輪不是 19547 是啊 我四條都是一樣尺寸 這時候我們等老闆回來 就去換輪 隨意可以了 茶餐廳 有很多螺絲 好 全部都換了 你換不了 剛剛我換回正常螺絲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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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NY 好 好 好 我走了 我們會成為這個車界的醜聞 走不走 他一定會追到我的 我過數給你 給你轉數快點好嗎 我們現在換完胎了 終於去試試新胎的感覺 新胎的感覺是甚麼 小姐姐連奶 私家車有沒有開胎這件事 任何車都要開胎 溫度低還有雨 慢慢加 不要一來 防命 胎還是要溫度 你回答我 我想知道的問題 是啊 是啊 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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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已經感覺到 新駕駛的胎肚子 駕駛 已經很不一樣 然後還有結尾 然後就是我私心背影 那張大俠照 哈哈 哈哈 阻礙大家一點時間 新年一路開車的時候 說了很多這部車的看法 以及教授了很多知識給我聽 是不是一個這樣的速度 是無法試駕駛的東西 我沒有試駕駛 因為內容太多 我真的不知道怎樣做這部影片 之外的M5就沒有首波了 所以這部影片我主要專注於換胎上 即是幾何五龍 如果大家想看完整版的話 這部影片過3000個like 以及留言告訴我 我可以在下一集 將整個完整版本放上來 都可以 原來如果不是想找我 不是想經過我去找JT 不是我不是這樣的意思 不想大家看影片繼續 謝謝Sunny 不要客氣 花了這麼多時間 和我選了輪胎 還可以即日找雙熟的車房 幫我換輪胎 希望你喜歡 可以開得開心 謝謝你 想不到在IG DM一個賽車手 你都願意出來陪我玩這件事 很高興認識你 我當跟年輕人學習 我見他說話 口齒伶俐 牙尖咀利 都想學習 多多指教 多多指教 很高興認識你 真的很高興 Sunny另外有一個自己的YouTube Channel 人人有車駕 對 我有看的 裏面是分享一些賽車的知識和理論 我會放在這裡 另外還有Instagram 希望大家可以認識多一些香港的運動員 多一些支持他們在做的事 謝謝 深深 深深還是這樣 這樣 今天這條影片到這裡了 輪胎的用後感 我看看將來有沒有機會再拍 最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Facebook Page和分享 我們拍張照片 好 V8 V8 L 好 好 好 你有沒有看過地板友的Friends Club Facebook那個 好 裡面有一個架膠的人 每天在崇尚V8的好 今天我就看到V8的真身 但是很貴 yes 換了胎了 我猜不到它竟然夠這樣出來 瘋狂線 竟然認識我這個小朋友 都會出來跟我玩 原播 出來會一下你 yes 就是這樣 到你 你喜歡的 愛 你 我